- 火光蹦蹦蹦蹦蹦 - 幫忙 - 第三 - 大體化妝師 - 大體化妝師哪位 - 許一菲 - 妳好 - 哇塞 - 妳找得很漂亮喔 - 很漂亮 - 謝謝 - 請問一下妳做這行多久了 - 從什麼都不會到現在六年 - 那妳當初怎麼會接觸這一個行業 - 也是有一個姐姐過世 - 然後我在旁邊看 - 她只有十八 - 發現我不會怕 - 所以妳就開始 - 然後我就對 - 開始嘗試了 - 那這個需要比如說拜師嗎 - 還是說自己去研究 - 我是先去上課 - 就是讀念那種專門的 - 禮儀學校 - 對…不是禮儀學校 - 就是證照班之類 - 證照班 - 所以這個需要證照 - 是 - 妳會因為沒有時間跟男友吵架 - 沒有時間 - 就是男友沒有時間 - 男友跟你吵架 - 對啊 因為他們會亂 - 太忙了 - 會亂 - 可能我在工作 - 然後電話一直響 - 然後 - 可是我戴著手套啊 - 妳要害我拿著手套 - 就戴著手套拿著電話 - 然後手機掉在棺木裡面嗎 - 所以我就沒接 - 他們就會 - 就會吵說 - 妳為什麼不接什麼的 - 請問妳一天工作要多長 - 是不是妳要去上班的話 - 嗯 其實我們如果是單純化妝的話 - 就是有就去 - 這樣 - 大概有多長時間 - 一個嗎 - 一位網生大德 - 大概 - 我洗得比較仔細 - 化得比較仔細 - 大概兩個小時 - 兩個小時 - 兩個小時的 - OK 那妳一天會做兩位以上嗎 - 要看狀況 - 其實這比較不一定 - 因為我不是助手在那邊吃化妝 - 是 - 所以要看自己有承辦的案件 - 才會去化妝 - 那妳們是屬於一個公司還是 - 嗯 對 - 一個公司 - 妳做過最難的那個化妝 - 一個作品多久 - 是什麼情形 - 那個算修復了 - 那個算修復 - 修復的話 - 其實會有更專業的那些老師去做 - 那個可能 - 像有時候空難 - 或是什麼 - 那些修補的話 - 可能都要一天以上 - 對不對 - 一天 - 就十幾個小時 - 修復好以後再交給妳來化妝 - 通常是一起的 - 一起 - 有的要把臉墊起來 - 對 - 填充物 - 塞豹子 - 塞豹子 - 因為一人少抽一點 - 檳榔少吃 - 不然死掉那個 - 口腔來臉會破洞 - 是是是 - 還要幫你們塞豹子 - 妳有敏洋言 - 呃也不是算洋言 - 就是對這類的東西會比較敏感 - 比較敏感嗎 - 嗯 - 然後就看到椅子上有伯伯在看電視 - 就只有他一個人 - 然後坐在那個位置 - 嗯 - 然後我也沒想太多 - 然後因為我習慣會跟家屬互動 - 就是打個招呼什麼的 - 嗯 - 就到那邊我一進到裡面 - 因為化妝要先看照片嘛 - 所以看照片 - 就是我剛剛看到的那個伯伯 - 在看電視 - 然後我就跟家屬說 - 我說伯伯是不是很喜歡 - 在那邊看電視 - 然後家屬就說 - 對 我叔叔最喜歡坐在 - 離那個電視最近的位置 - 然後我就說 - 我剛好看到他 - 有在那邊看電視 - 好恐怖喔 - 那你還跟家屬講 - 家屬 - 家屬就哭啦 - 家屬就哭啦 -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在做這個法事的時候 - 他有回來 - 他有在這邊這樣 - 這是一種 - 應該是一種安慰啦 - 就是說他有回來表示 - 他們就哭 - 這樣滿好 - 馬上就哭了 - 潘虎你有被大體化妝師化過妝嗎 - 有 前一陣子可以 - 然後那時候 - 然後因為我們在拍片嘛 - 然後這時候就 - 因為我比較有就是掉妝 - 然後就說 - 他會化妝 - 他就說 - 來幫你化一下 - 好啊 - 我就說好啊 - 然後這時候他就已經開始準備道具了 - 就準備那些化妝器材 - 然後就說 - 你知道他做什麼的嗎 - 我不知道 - 他說是畫大體的 - 但是他已經準備好過來了 - 然後就 - 你躺那個了嗎 - 沒有 - 我不知道怎麼拒絕他 -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- 怎麼辦 - 我好像拒絕他好像有點不太好意思 - 有樣不禮貌的樣子 - 不禮貌耶 - 對 然後我就說 - 我要拒絕他嗎 - 但是我最後還是鼓起勇氣 - 問他說 - 就是 - 你那個 - 就是化妝品是分開的嗎 - 所以是分開的嗎 - 化妝品 - 化妝品 - 對啊 所以是分開的 - 是分開的啊 - 他說他是分開的 - 那個都會 - 就是畫大體 - 那你不要講 - 你現在淘下 - 什麼 - 我沒有 - 因為我平常沒事的時候 - 有時候也會接一些拍照的工作啊 - 是 - 我有就是 - 真的嗎 - 就是上一次我們去綠島 - 然後就有個女生 - 化妝化得很糟 - 然後我們一起的女生就說 - 欸飛飛那你等一下幫他化妝好了 - 結果他就坐著給我畫 - 我畫畫我就跟他講說 - 呃 你躺著好了 - 你這樣子我不會畫 - 然後他躺著我就幫他畫 - 然後就是比較順手啊 - 他就呼吸呼吸很用力 - 我就說 - 你可以不用呼吸呼得那麼用力 - 因為我平常畫的不會呼吸 - 對 - 都出吧 - 都出吧 - 都嚇人大了 - 都嚇死了 - 上次還在跟我說 - 你跟他就說 - 欸你可不可以躺著 - 怕我可不可以躺著 - 他說他躺著比較會畫 - 比較順手 - 你那男朋友會怕你的職業嗎 - 會 - 因為你們不會怕嗎 - 我每天要接觸大體 - 我會 - 然後我連衣服回家都是 - 有時候會說 - 溼水都是什麼的 - 溼水 - 溼水 - 因為在退冰會有那個 - 對 - 你都穿這樣子化妝嗎 - 其實我們平常化妝都會穿比較休閒 - 因為有時候要搬要幹嘛的 - 那妳有 - 然後那個不要繼續吃了 - 不然妳的那個 - 壽意要定做 - 光我也要定做 - 哇 妳嚇死我 - 我很想妳在跟誰講話 - 嚇壞了 - 嚇壞了 - 我跟你講 - 她叫胖骨 - 因為那都亂宅 - 你如果不要再出走 - 覺得誰要 - 她在關心你 - 事實上是不是在詛咒 - 嚇壞了 - 好可怕 - 不管這個你也算是做善事 - 真的 - 是啊 - 我都沒有 - 男朋友都不敢來接我上下班 - 因為他們進來 - 都會看到棺木在路上走啊 - 或是 - 棺木在路上走 - 那誰不怕 - 棺木走走 - 公公公 - 以前那還沒規定說 - 要用鄰車的時候 - 整條路都是 - 擺著棺木 - 就是要去火化 - 是是是 - 排隊啦 - 對 都會排隊 - 所以每次人家 - 叫人家來接送我 - 他們都說我在路口等你 - 接下來這兩個職業是 - 我想 - 很有更害怕吧 - 很恐怖 - 倒數第二就是嚇死你 - 來 記住 - 對 怕怕 - 對 對 - 記者 - 記者應該是演藝圈比較怕的 - 怕怕的 - 哪一棒的 - 三厲害的 - 三厲害喔 - 大家自己人是不是 - 我也 - 他在面具帶了快一個小時 - 不好意思啊 - 豬油 - 不好意思啊 - 請問一下你是記者 - 你們有跑什麼線嗎 - 其實 - 就是大家最害怕的那個 - 跑社會線 - 社會線 - 社會線 - 社會線很辛苦喔 - 辛苦 - 就是辛苦 - 對啦 - 我覺得每個職業都很辛苦 - 但是因為我們常常要應酬 - 對 要喝酒喔 - 當然啊 - 警察局應酬 - 對 - 要跟警官應酬 - 對 - 然後會遇到很多各式各樣的人 - 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- 沒有 - 你長這麼漂亮沒有男朋友 - 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啊 - 也是那個時間也是 - 你們好像也是 - 怎麼講 - 生活圈也是蠻鎖定的 - 對 - 因為我們接觸的人大概都是像 - 可能警察或是一些相關單位的人 - 然後常常就會出去應酬啊 - 吃飯 - 或者工作要加班 - 或是有時候像去年就是 - 有氣爆啊 - 颱風 - 是 通難 - 就是一些突發新聞 - 你們就忙了 - 這就是屬於你們的責任範圍 - 丟到外面去 - 丟到就是 - 現場 - 對 - 我們一待就待很久 - 妳有因為妳的職業或者妳的應酬 - 跟妳男朋友吵過架嗎 - 嗯 蠻長的 - 因為我們就是 - 因為我主管其實還蠻 - 怎麼講 - 就還蠻壞的 - 因為他自從知道我會喝酒這件事情之後 - 然後 - 妳知道 - 這裡是三粒 - 對 - 就是 - 跟他一直叫我講這件事情 - 他就說 - 因為我們每次就是出去應酬的時候 - 就要喝酒嘛 - 然後他看到我他就覺得很開心 - 因為他都會 -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就會叫我表演大絕招 - 嗯 - 然後我想說 - 大絕招就是 - 什麼都可以蹦這樣 - 喔 - 什麼都可以蹦啊 - 什麼都可以蹦啊 - 對 他就叫我一瓶啤酒說 - 哥哥快點 表演 - 然後就叫我蹦在一起 - 然後對方就嚇得半死 - 是是是 - 然後有時候就會喝醉回家就會 - 就會不高興 - 就會吵架這樣子 - 嗯 - 就是像 - 什麼樣的男生 - 就是像 - 這樣 - 壯的 - 然後 - 因為我不是 - 肉感的 - 這種的 - 稍微 - 一百三十公斤 - 就是稍微就是肉 - 不要很瘦 - 要魁梧一點 - 但是胖虎也太肉了 - 肉感 - 你那個 - 你那個 - 你那個是油感 - 不是肉感 - 好不好 - 但是也辛苦你們了 - 因為每一次 - 只要有什麼 - 不管天氣也好 - 所有的社會新聞啊 - 反正最辛苦 - 哪裡最辛苦 - 你們就要找到第一線 - 尤其是你們還是女生 - 尤其是你們還是女生 - 有的時候看那個什麼 - 落石有沒有 - 哇塞 - 他們也站在那個落石在那邊 - OK 現在在落石了 - 對 - 那個真的是很辛苦 - 很多人看這個 - 記者覺得 - 記者有什麼好辛苦 - 其實記者很辛苦 - 有很多事情你們不知道 - 好 希望那個 - 等一下回去再做一則新聞說 - 三立國王茫茫真棒 - 好不好 - 哈哈哈 - 謝謝你 - 哇塞 - 你很纖細 - 最後一個啊 - 你們怎麼好怕的 - 家瑜啊 - 女人怎麼樣 - 我看你什麼 - 哇塞 - 哇 - 哇 - 哇 -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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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